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请工作人员打开手电筒 然后把它放进鱼缸内 插帕T6的话 主要是生活防水下大雨 或者是短时间泡在水里 都是没问题的 好的 现在请工作人员拿出来 现在再正常的换档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白天 光度仍然是很亮的 我们为大家展示一下X8的抗摔性能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三楼 办公室三楼以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高度 好的 现在请工作人员把X8T6打亮 正常往下丢 有了 看一下下面 现在我们已经把刚刚摔下去的X8已经拿上来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外观是毫无损坏的 只有头部是已经坑下去了 其他的话 连玻璃镜片都还没有碎掉 可见它的耐摔性能 现在的话我们再一次把X8T6往下摔 大家可以看到同样是三楼 同样是这样子摔第二次 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它的响声 请工作人员现在为我们打开手电筒 还是正常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耐摔性能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楼下 这把X876就是我们从三楼丢下来的那一把 大家可以看到它头部的刚刚摔下来的损坏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其他的外观并无损坏 然后现在请工作人员把功能帮我们展现一下 对的是毫无问题的 现在我们今天还要测试一下它的抗压性能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请来的是1.7吨重的军阅轿车 现在请工作人员把它放到轮胎上 好的 请帮我拿着摄像机 是明晨的 不知道 是明晨的 是明晨的 就是明晨的 在等候装可以看到 是明晨的 有些花的 这里 是明晨的 是明晨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我们的X8T6毫无损伤 功能也是正常的 大家可以看到 好的 现在最后一个测试 就是我们把 这把X8T6 敲机磁砖 好 现在可以敲了 再来一个 好的 谢谢大家 今天主要展示了 X8的抗摔 防摔 以及敲机性能 还有它的防水性能 足以坚定 X8T6 是现在最主流的手电之一 谢谢大家观赏 好